好 聲音可以喔 對 好 1 還沒 稍微講 3 2 1 請問政委對於社會企業就是做公益不能賺錢 這段論述有什麼樣的看法 我想公益是目的嘛 賺錢是方法 如果不賺錢的話 那其實很難長遠的去跟市場對話 來達到公共利益的目標 所以如果是用做公益這個形象當手段 但是賺錢是唯一的目的 這樣當然是不行 但是如果是以做公益作為最後的目標 用賺錢當作手段 那這樣才是社會企業的精神 那像根據之前推出的社會創新大調查顯示 越來越多投入社會創新的組織 選擇用公司的形式去營運 那您對這個現象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這表示我們公司法的修法 是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因為我們在以前公司法的第一條 就寫說公司必須要以營運為目的 等於是說我剛剛講的 我不能剛剛講 因為你們會全部重建 對不起 再來一次 公司這個形態 是用公司法來規定的 那我覺得最近看到越來越多的社會創新組織 願意用公司形態 就表示我們公司法改的 確實有符合大家的需求 因為以前的公司法的第一條 就是說公司以營運為目的 那些想要以公益為目的 營運只是手段的朋友 往往就不會去選擇公司的形態 但是自從修法完成之後 我們讓大家能夠揭露說 我這家公司就是以公益作為主要的目的 這樣子的話 大家來選用公司組織的時候 就不用擔心很多以前公司法解釋上的問題 那第二題想要問政委 就是您對於社會企業就是另外一種NPO 這段論述你是怎麼樣的看法 NPO我們如果講的是 非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的話 那社會企業確實是 一種達到非營利為目的 就是以公益作為目的的一個方法 但是呢 同樣你也可以說 社會企業只是另外一種公司 因為它的營利 現在我們新的公司法是手段了嘛 不是目的了嘛 所以這兩個呢 都是彼此不相互斥的 一個社會企業 它可以採取任何一種組織型態 甚至合作社的組織型態 我們都承認它是社會企業 那您認為社會企業跟NPO 個別的特色是什麼 好 我認為社會企業 它就是要透過跟市場的對話 來達到它的公益使命 那有一些NPO 也是用這樣子的方式 透過他們的服務 透過他們的產品 來跟市場對話 這樣子的情況下 這個NPO 只要願意揭露給市場 它到底是用什麼樣的方法 讓它的服務跟產品 接續到它的社會使命 本來它就是一種社會企業 但是也有一些NPO 是倡議型的NPO 它並沒有任何服務 也沒有任何產品 去跟市場對話 無寧是說 它是在跟我們的言論市場對話 那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比較不屬於 傳統上社會企業的定義 比較像是我們社會創新組織裡面的一個倡議者 那其實有些人會存有一個想法 就是社會企業是優於NPO的 那你們對此有什麼觀點可以分享 我想社會企業是在NPO裡面找到跟市場對話的方法 不管是服務還是產品 所以不一定它就是比較好的 剛剛我們把它分成產品服務型的NPO 跟倡議型的NPO 這兩個中間是好像一隻鳥的兩個翅膀 它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沒有人倡議 那消費者也不會去認同你的理念加以購買 如果沒有東西可以買 那單純上也沒有用 所以這兩個是必須要彼此平衡彼此加強的 這樣應該沒有得罪誰吧 先繼續 最後就是其實也是最想了解的 就是那你認為其實社會企業跟非盈利組織 要怎麼樣互相協力 對於有產品或服務的非盈利組織 我想現有的社會企業 可以用自己的經驗來協助他們 讓他的產品或服務更能夠被市場所認知 更能夠被市場所接受 這個對這樣子的NPO是非常有好處的 反過來講倡議型的NPO 應該要領先在所有的社會企業之前 去營造出一種氣氛 好像消費者如果不去問他的社會環境使命的話 那就落伍了 那這樣子的情況下大家才能夠彼此加強 那再來進入第三大部分 就是請問政委對於社會企業 必須仰賴政府的幫助才能生存 這段論述的看法是什麼 我想吳寧是說政府需要社會跟企業的幫助 才能夠生存 如果社會跟企業這兩個部門都覺得說 政府完全沒有正當性 政府只是在擋大家的路等等 那這個政府就不會有任何的群眾支持 那我們是一個民主體制 所以這個政府很快就會被換掉了 好在我們目前的政府是非常支持社會跟企業中間的連結的 但這個支持呢必須要把它區分出來是 並非主導性的支持 我們權力支持沒有錯 但是我們絕對不會去主導社會跟企業用怎麼樣的方式 加以連結 這也是社會創新行動方案最主要的一個想法 就是不是我們來告訴社會跟企業要做什麼 而是社會跟企業來告訴政府 哪些事只有政府才可以做 那請問您認為社會企業興起對政府造成什麼樣的改變 然後也想請您多說明一下就是政府為什麼要推廣社會企業 因為我們現在在政府的工作裡面 往往大家以前如果覺得社會的公益跟企業的獲利 是彼此之間互相衝突的 那政府呢很不幸的就是在中間被拔合的那根繩子 那在我們這個新的時代 每一個新的技術每一個新的思潮出現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可能在政府裡面突然變出一個部門來處理這件事情 不管是可能區塊鏈或者是無人駕駛的自動載具 這些我們不可能立刻就跑出一個政府裡的組織專門處理這件事 那又因為政府的大方向一年才能夠換一次 因為預算其成的關係 所以當這種新的趨勢出現的時候 與其說我們試著去預測一兩年之後的未來 不如讓社會上面自發的去產生這樣的橫向連結 這樣產生之後我們的角色就從中間被拉扯的那根繩子 變成一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上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 但是政府呢可以協助大家知道彼此在做什麼 而且找到共同的價值 是 那想問政委如果分別從社會經濟和外交三個面向來看 政府是怎麼樣看待社會企業的存在 從社會組織的角度來看 我們認為如果有社會企業在一個地方能夠幫助那個地方的特色能夠宣揚 讓更多的朋友能夠回到那個地方來工作 讓那個地方有哪些特色的這個產品跟行銷 能夠不需要我們透過政府的工部門的這個資源 而是地方的產業自己就能夠發展起來的話 所有這些都跟我們今年開始的地方創生的這個國家政略是息息相關的 那至於在經濟的方面 因為我們現在政府主要的一個產業創新的概念叫做循環經濟 也就是說當我們在促進經濟發展的時候 我們不但是以不犧牲下一代或下七代的生活作為目標 甚至我們也體驗到說很多的能源跟資源它真的是有限的 我們如果用這種不斷擴張的消費的線性的方法的話 很快我們就會面臨大自然的這個反噬 所以在經濟的發展當中 台灣現在不管是在綠色能源再生能源循環經濟 包含這個物料的循環以及能源的循環這些部分 其實都是我們在國際上面 因為我們的技術以及我們的這些社會使命 所以讓國際可以看到說台灣絕對是站在永續發展這一邊的 所以這個一方面給我們經濟新的推動的動能跟引擎 二方面也讓世界了解到 不管你在做哪一個永續發展目標 全部的實際上台灣都有充足的社會企業的人才 可以來幫全世界的忙 就是所謂的Taiwan can help 是 所以剛剛鄭文講的 從經濟面子連接到外交上 然後也鄭文之前也常講說 這就是台灣的外交暖施力 暖施力 是的 那這部分可以再請鄭文用 可能大概十句話左右幫我總結一下 可能就是在經濟社會跟外交上的政府 看待社會企業的這個關係 是 從國內來講 我們的地方創生的國家戰略 希望每一個地方能夠發展出屬於自己的一個生態系 裡面就包含不是只是為了賺錢 而是為了把這個地方的特色突顯出來的一些企業 這樣子才會有足夠多的朋友 願意回到這個地方來進行工作 在經濟方面 我們現在的發展必須要經過一個產業創新的過程 去把不管是綠色的再生的能源 或者是把循環的經濟去讓國際知道說 台灣不是只會做其中的一小部分 而是我們整套供應鏈都有能力去用這個循環的方式加以設計 所以說我們在台灣本來這個就是我們的強項 但我們現在結合聯合國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 告訴我們的友邦以及所有理念相近的國家 不管你在處理哪一個目標 台灣都可以幫忙 這是所謂的我們的台灣外交的暖實力 也就是台灣Can Help 感謝 那你想請政委在對於政府推廣社會企業 應該扮演什麼角色上的這個代表 再幫我們做一些產術 是 我覺得現在社會企業已經逐漸的主流化了 已經幾乎是在台灣三個人裡面 就有一個人聽過社會企業 那很快的 我們就會到兩個人就有一個人聽過的這個情況 在那個之後 其實再去推廣已經不是只是抽象的倡議 因為大家都差不多聽過了 而是很具體的問大家說 那你最在意的17項永續發展目標是什麼 如果你在意的是教育的創新 或者你在意的是切後的變遷 減碳方面的創新 減速方面的創新等等 這些呢我們現在透過一個社會創新組織 登陸的一個資料庫 讓關心特定的永續發展目標的朋友 都可以立刻就可以看到他所住的地方附近 有哪些吃同道合的朋友 以及全台灣有哪些共同價值理念的朋友 能夠互相接壤起來 所以我覺得政府的角色 慢慢從一個推廣倡議的角色 慢慢變成一個協助供應鏈跟生態系 去組成的一個角色 那另外是想要了解 就是根據社會創新大調查指出 其實很多的社會社創組織政策需求是說 建議政府加強民眾社創任職 那對於這個結果你有什麼看法 那也想要了解接下來政府會採取什麼樣 相應的計畫或是新的行動嗎 是我想我們整個政府的創新 它最重要的就是不是公部門來引導創新 而是用社會的創新來引導公部門的法規創新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就是任何人都是可以參與這個創新的過程 不是只有大企業 不是只有大的工業 或者大的金融服務業等等 才能夠提出創新 任何人都可以加入這個創新 來讓整個社會變得更好 這個就是社會創新的定義 所以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透過各種各樣的創新方案 好比像說社會國家創新經濟 好比像說總統跟社會創新的黑客松 好比像說我們的創新的法規紗盒等等這些方式 讓有一個新的idea的朋友 可以了解到它不但並不孤單 而且可以具體的 不是只是四年頭一次票的方法 就可以來參加我們整個政府公務體系的創新 所以那接下來會有一些新的計劃或是行動 可能下半年會是未來展開的嗎 在你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我們應該已經公佈了我們社會創新組織的 這樣一個登錄原則 這個原則是我們往整個社會企業法治化走的一小小步 但是呢卻是整個生態系的一大步 為什麼這樣講呢 是因為裡面我們很明確的去借接了所有現有的盈利的型態 好比像說公司啊有限合夥啊等等 以及非盈利的組織型態 好比像說基金會啊協會啊等等 甚至一些介於其中的好比像說合作社啊 儲蓄互助社等等 所有這些其實都有成為社會企業的潛力 但是每一個往社會企業的路需要的是不同的 不管是從公司來講它的章程的揭露跟公益報告的撰寫 到NPO來講它在財務上面的一個透明 所有的這些部分以前常常被緩為一談 但在我們這個登錄原則裡面很明確的去指引 每一種不同的組織型態要怎麼樣一起變成一個社會創新的生態系 那從社會創新行動方案從推行到現在 那可不可以請您分享這個政策推行 一年多來的洞察跟心得是什麼 那您認為在推動這個社會企業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那您是如何解決的 這個政策推行一年多來 我想社創大調查讓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聽過社系的人 從兩年前的五個人有沒有一個都不知道 到現在快要三個人就有一個聽過了 所以至少在社系這個品牌的推廣上面 我覺得不是只有政府在做這件事情 但是確實我們透過像社系高峰會 等等這種大型的活動 讓更多人可能他本來不知道他正在做的事情 平常正在採購的這些產品和服務 就是已經有它的社會影響力 我們讓更多人知道說 哦原來這個也是社系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很具體的一個成效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最大挑戰跟如何解決 對我覺得最大的挑戰 其實還是不同的時間的思維 因為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我們每年有一個年度的計畫 施政的一個方案 然後以及立法院當然要審查我們的預算 從很多投資人的角度來看 他如果一筆錢投下去 他可能想要一個季度一個季度的這種報告 可是大部分我們讓社會使命去連結這個企業的生態系的這個方式 常常都要五年十年才能夠看得到成效 所以最大的挑戰是大家不能夠有這種好像立竿見影這樣子的一種期待 他朝短線這個是行不通的 如果每一個人都朝短線的話 我們就不會有社會金融的生態系出現 所以我們在接下來下一步發展 如果有一個好的社會金融的生態系出現的話 不管是公部門或者私部門 要去進行向社會部門學習 用一種長遠的角度 十年二十年的角度來想我們的政策跟規劃 這個是接下來我們要一起克服的一個挑戰 是 那最後想要請問正文 您認為下一個十年社會企業會消失嗎 那為什麼 我想對我來講 就像我當年在亞洲跟矽谷中間加了一個點號 意思是說並不是亞洲要搬到矽谷 也不是矽谷要山寨到亞洲 而是在亞洲跟矽谷中間產生一個連結 對我來講 社會企業這個概念 也是在關心社會公益的朋友們 跟關心企業獲利的朋友們中間 有一個新的連結的方法 如果這個連結非常非常的成功 以至於每一個公益團體 都知道怎麼樣去跟市場對話 每一個企業也都知道 怎麼樣證明他們的社會影響力 那這樣的話 當然這個連結就已經完成了它的使命 所以在未來的十年 社器這個概念會不會消失 完全取決於我們接下來的倡議 跟接下來的推動有多成功 好像需要再一次 應該還好啊 我們是用慢手的 好 沒關係 而且那是一個圖音嗎 你可以把它修掉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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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有問題 差不多 對 好 謝謝喔 我們結束 OK 感謝正偉 那最後也要 都沒有人去 今天非常的順利 然後要麻煩正偉讓我們拍一張圖照 拍照喔 反正我麥酒先拿一下 好可以 你們沒有肉我就不肉了 就幫我看一下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